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早餐清新 希腊酸奶水果碗的清爽早晨 各位同学早上好 今天我们来聊聊一个既健康又美味的早餐选择 希腊酸奶水果碗 那个早餐不仅能让你一整天都充满活力 还能让你在朋友圈里炫耀一番 但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这个清爽早晨的秘密吧 首先让我们从希腊酸奶开始说起 希腊酸奶可不是普通的酸奶 可不是普通的酸奶 它经过了多次过滤 去除了多余的乳清 更使得它比普通酸奶更浓稠 更富有蛋白质 这就像是酸奶界的超级英雄 能够给你提供满满的能量和饱腹感 想象一下 你的胃里有一个小小的健身教练 时刻提醒你保持健康 这就是希腊酸奶的魔力 接下来我们来探探水果 水果可是大自然的糖果 不仅美味 还富含维生素和抗氧化剂 无论是甜美的草莓 酸甜的蓝莓 还是多汁的芒果都能为你的早餐增添一抹亮色 这些水果就像是早餐碗里的小小艺术品 每一口都能让你感受到大自然的恩赐 当然 关有希腊酸奶和水果还不够 我们还需要一些配角来提升整体的口感和营养价值 比如说 加入一些坚果和种子 不仅能增加脆脆的口感 还能提供健康的脂肪和纤维 再撒上一些蜂蜜或蜂糖浆 都就像是给你的早餐碗加上了一层甜美的光环 现在 让我们来讲一个有趣的小故事 据说在古希腊奥林匹克运动员们在比赛前会吃一种特质的酸奶 这种酸奶被认为能够提升他们的体力和耐力 虽然这个故事的真实性无法考证 但可以肯定的是 希腊酸奶的确是一种非常健康的食品 讲讲一下 你的早餐碗里蕴含住古希腊运动员的力量 这是不是让你感觉自己也变得更强大了呢 总结一下 希腊酸奶水果碗不仅是一道美味的早餐 还是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 它能够提供丰富的营养 让你一整天都充满活力 而且 这个早餐还非常简单一做 无论你是厨房新手还是烹饪高手都能轻松搞定 所以 明天早上不妨试试这个清爽的早餐 让你的早晨从一碗希腊酸奶水果碗开始吧 希望大家今天都能有一个美好而充满活力的一天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午餐香辣 四川麻婆豆腐的火辣挑战 各位同学 今天我们要探讨的是一个能让你舌头跳舞 额头冒汗的美食 这道菜不仅仅是一盘豆腐 它更是一场味觉的冒险 一次火辣的挑战 首先 让我们来了解一下这道菜的起源 麻婆豆腐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清朝同治年间 据说是由一位名叫陈麻婆的老板娘所创 这位陈麻婆可不是一般的厨师 她的豆腐店因为这道菜而声名远播 据说 当时的食客们吃完后 无不满头大寒 这又欲罢不能 这就是麻婆豆腐的魅力所在 麻婆豆腐的名字其实也很有趣 麻指的是花椒的麻味 辣则是辣椒的辣味 这两者结合在一起 经成了一种独特的麻辣口感 再加上嫩滑的豆腐和香浓的肉末 这道菜简直就是味觉的狂欢 说到这里 我不得不提一下四川的花椒 这可是麻婆豆腐的灵魂所在 能让你的舌头感觉像是被惦记了一样 这种感觉虽然有点吓人 有人说吃麻婆豆腐就像谈恋爱 开始的时候有点痛苦 但一旦习惯了就会爱上这种感觉 当然麻婆豆腐的辣味也是不容小觑的 四川的辣椒可是出了名的火辣 据说有些外地人第一次吃麻婆豆腐时 辣的眼泪直流 甚至有人还会怀疑人生 不过这也正是麻婆豆腐的魅力所在 它挑战你的味觉极限 让你在辣得直冒汗的同时还能感受到那种无法言喻的美味 最后我要提醒大家 吃麻婆豆腐的时候一定要准备好足够的水 或者更好的是一杯冰凉的豆奶 这样才能在火辣的挑战中享受到这道菜的美味 总结来说 麻婆豆腐不仅仅是一道菜 它更是一种文化 一种挑战 它让我们在品味美食的同时也能感受到四川人民的热情和豪爽 所以,所以,加次当你面对一盘麻婆豆腐时 不妨勇敢地接受这场火辣的挑战 让你的未来来一场刺激的冒险吧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晚餐温馨 奶油南瓜汤的秋日暖意 各位亲爱的朋友们 大家好 今天我们要聊的是一个既温馨又美味的话题 奶油南瓜汤 这道汤品不仅是秋日餐桌上的明星 更是能让人心头暖洋洋的美食 让我们一起来探讨这道汤的历史、文化和制作过程 并且在这个过程中 让我们的胃口和心情都得到满足 首先,让我们从南瓜的历史说起 南瓜原产于美洲 早在几千年前 印第安人就已经开始种植和食用南瓜了 当时的南瓜可不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么甜美 它们更像是野生的红绿 味道苦涩 随着时间的推移 南瓜经过了无数次的选育和改良 终于变成了我们今天所熟知的模样 南瓜在16世纪被引入欧洲 迅速成为了秋季餐桌上的常客 说到奶油南瓜汤 我们不得不提到法国 法国人对于汤品的热爱是众所周知的 从浓汤到清汤 从蔬菜汤到海鲜汤 法国人总能把汤做得精致又美味 奶油南瓜 汤Polich Deep Veteran就是其中的经典之一 对到汤品的制作过程其实并不复杂 但却能带来极大的满足感 这座奶油南瓜汤的第一步 南瓜的种味繁多 优质的南瓜 南瓜的种味繁多 有的适合做甜点 有的适合做汤 选择一颗肉质细腻 甜度适中的南瓜是成功的一半 接下来我们需要将南瓜去皮去籽 切个过程可能会让你感觉 像是在雕刻一件艺术品 毕竟南瓜的形状和颜色都那么迷人 然后我们需要准备一些辅料 比如洋葱 大蒜和胡萝卜 这些蔬菜不仅能增加汤的风味 还能让汤的口感更加丰富 将这些蔬菜切成小块和南瓜一起放入锅中 加入适量的鸡汤或者蔬菜汤 煮至所有食材变得软弯 这个过程中厨房里会充满浓郁的香气 让人忍不住想要马上品尝 当所有食材都煮熟后 我们需要用搅拌机 将它们打成细腻的汤汁 这时候你会发现汤的颜色变得金黄诱人 像是秋日的阳光洒在碗中 最后加入适量的奶油 让汤变得更加浓郁和顺滑 这一刻奶油南瓜汤就完成了 但想用这道汤品的时候 不妨配上一片烤得酥脆的法国面包 或者撒上一些香脆的南瓜籽 这样的搭配会让你的味蕾得到双重的享受 当你喝下一口热腾腾的奶油南瓜汤 感受到那股温暖从胃里蔓延到全身 你会明白 这就是秋日的暖意 最后让我们以一个小故事来结束今天的分享 据说有一位法国厨师在制作奶油南瓜汤时 意外地加入了过多的奶油 结果汤变得异常浓郁和香滑 这位厨师本来以为自己犯了大错 但当他把这道汤端上餐桌时 客人们却赞不绝口 甚至有人说这是他们喝过的最美味的汤 这位厨师变成了奶油南瓜汤的忠实拥护者 并且将这个意外的配方传承了下来 所以亲爱的朋友们 当你在这个秋日的夜晚 享用一碗奶油南瓜汤时 不妨想象一下那位法国厨师的故事 让这份温馨和美味在你的心中久久回味 祝大家有个美好的晚餐时光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很高兴今天能和大家分享这些美味的餐点 从清爽的希腊酸奶水果碗 到火辣的四川麻婆豆腐 再到温馨的奶油南瓜汤 每一道菜都有其独特的魅力和背后的故事 希腊酸奶水果碗让我们体会到 健康和美味可以完美融合 它是你早晨的活力来源 四川麻婆豆腐则是一场味觉的冒险 是对辛辣和刺激的挑战 让你的午餐时光充满激情 而奶油南瓜汤则在秋日的夜晚 给你带来满满的温暖和幸福感 这些餐点不仅仅是食物 更是文化和历史的缩影 各自承载着不同的故事和情感 无论你是想要保持健康 寻求刺激 还是寻找温暖 每一道菜都能满足你的需求 那么 亲爱的观众们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你最喜欢哪一道菜 有没有什么特别的饮食习惯 或者美食故事想要分享 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观点和问题 让我们一起讨论吧 希望今天的分享 能为你的一天增添色彩 期待下次再聊更多有趣的话题 祝大家每天都能吃得开心 生活愉快 再见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 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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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